為了要幫助美獨國的 這夾財財的勞工可以重新回去 控制中 衛生保育部和勞動部合作 增加貨健的專制便宜 收容 現在基本是有三十六斤的便宜 可以提供兩千的 以上的勞工來貨健 精神是在公司是負責修理水電 也是出來主要負責經濟的人 但是兩年前一張車好 作成他整身庫 這麼多所在都骨子 連日上升外穿三 八樓退都有困難 工作也沒辦法做 包括在經過便宜的治療 和這兩院學建 半年後他還成功回去做工作 為了強化一齋努工中建協助 為了保護和勞動部下部回來合作 國安管理學部一年差不多兩千兩百案 另外還有二十五間機構 可以提供強化老公 生理和生理訓練才的學部 勞工都是最基層是我們台灣最重要的力量 他們的安全 他們的健康 其實就是這些年來政府所重視的 不管是從醫療復健的職業傷病診治 然後職業病的通報 只能輔導相關的職業訓練就會服務 我們都有一系列的展開 根據維護保護十八經保立平衡的統計 今年一百十二年新報執災 老公問急進的人數 總共有一點五萬多人數 當然是五百七十人數 路動部共調說希望透過路政 和衛政單位 學部會的政法 讓老公可以安全 而且順利回來 考慮到 也講解因為執災 老公人口減救 造成的缺工問題 記者總法報道